男孩意外召唤了一只魅魔 在能够为所欲为之时 他竟提出了这个要求 男孩名为小特 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然而有点偏科 他无法召唤出屎魔 这导致老师不得不让他留级 哪怕是召唤出一只独角仙都可以通过 明天将会是他生死攸关之时 青梅竹马莉莉亚得知消息后 连忙赶来安慰他 并拿起地上的石头 打算和老师进行友好交流 小特赶忙阻止 传到桥头自然直 总会有办法的 小赫来到图书馆寻找线索 这时一本书落了下来 恰巧这是一本魔法召唤书 虽然不知道会召唤出什么 但小特还是根据书上的魔法阵绘画 魔法阵有了反应 在滴下血液后 一只犬果的魅魔出现了 魅魔一上来就要推倒小特 小特小脑直接荡机 拜托魅魔成为自己的使魔 一道光芒闪过 二人的契约达成 作为回报 魅魔开始吸取小特的魔力 魅魔名为维尔梅 小特让他赶紧把衣服穿好 奈何魅魔的身材太好 衣服根本压不住 他那傲人的身材 第一次召唤使魔 小特有些不知所措 维尔梅告诉小特 之所以他一直叫不出来使魔 那是因为他的魔力太过浓厚 对一般的使魔来说是剧毒 不过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 按照正常 维尔梅大可直接把小特杀死 可他长时间被封印在那本魔法书中 小特救了他 是他的救命恩人 至于维尔梅为何会被封印 自然是因为他做了许多坏事 小特对此并不在意 始终觉得维尔梅是个好人 隔天 小特就带着使魔面见老师 老师挠了挠头 以为他为了毕业找了人假扮 但在维尔梅亮出魅文后 直接把老师给看呆了 当即承认了维尔梅的身份 小特也顺利通过考试 二人谈笑风生的场面被莉莉亚目睹 促意开始蔓延 随后维尔梅的动作开始加大 老师虽出言制止 但维尔梅早就想好了理由 其他同学都可以把使魔放在身上 难道老师是在针对小特吗 这么一对 老师哑口无言 莉莉亚气得站起来怒斥 没想到却被老师叫出去罚站 于是他在放学后 默契冲冲找上二人 纵使维尔梅是小特的使魔 莉莉亚依旧向小特发起决斗 如果他赢了的话 维尔梅就要待在家中 这也是学院的规矩 败者需要无条件听从圣者的命令 面对莉莉亚 小特脑瓜子有点疼 但维尔梅让他放心 还反将一军 如果莉莉亚输了的话 就要听从小特的话 这个条件让莉莉亚甚是兴奋 二人的战斗正式展开 莉莉亚小手一挥 召唤出了自己的上级风精灵 促意令莉莉亚丧失的理智 一上来就是大招 小特完全没反应过来 好在有着维尔梅在 尘烟散去 维尔梅完好无损 接下来就轮到维尔梅反击了 这场战斗莉莉亚完败 维尔梅很是期待小特 提出什么变态要求 但小特只是让他和维尔梅 友好相处 二人不许再打架 二人只能握手言和 回去后 维尔梅就向小特讨要奖励 那自然是吸取魔力 在他被封印的这几百年力量 流失了大部分 没有小特的魔力的话 他甚至无法维持这个状态 小特突然觉得 以这种极小的代价 跟恶魔签订契约也不错 维尔梅摇了摇头 普通的人类根本无法承受恶魔的力量 在签订契约时 要么身体干裂 要么就是被吸干魔力 枯竭而死 小特属于万里挑衣的存在 要是小特觉得亲吻太麻烦 他还有更高效的方法 有个随从 魅魔是中什么体验 傲人的身材 总是能够吸引他人羡慕的目光 当有高等级的龙暴走时 只要轻轻一弹 就可以解决危机 最关键是 还能随时获得魔力 小特顺利升到二年级后 因为维尔梅的关系名声大噪 然而麻烦也来了 由于维尔梅解决了龙 导致高年级的学生十分不爽 主动找上三人 面对二人三人丝毫不慌 维尔梅疯狂挑衅对方 小特则悄悄来到二人身后 随后一记冰魔法 这表情是完成千年杀了吗 然而学长并不是善茬 召唤出了喷火龙 这家伙庞大无比 学长让几人赶紧投降 只要维尔梅乖乖成为他的仆人 他就可以原谅他们 小特又岂会同意 喷火龙发动攻击 这显然不是小特所能敌的 但维尔梅突然抱住小特 他感觉一股力量从丹田喷涌 再次使出冰魔法 威力无比巨大 轻松秒杀学长 这下好了 学长也只能老实认错 莉莉亚露出嘲讽的表情 回去后 小特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回味无穷 维尔梅则感慨 现在学习真类 询问小特的梦想 小特的梦想是成为厉害的魔法史 在这个国家 魔法史分为多个等级 金 银 铜 以及他们实习的四种等级 哪怕是最简单的铜级 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银级在学校就属于凤毛麟角的存在 至于荆棘更不用说了 然而小特想要超越荆棘 成为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被人人敬仰的白荆棘魔法史 说完后 小特笑了笑 这就是自己的梦罢了 谁料维尔梅上来 就奖励他 不愧是自己的主人 他会实现他的一切愿望的 小特打败学长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学校 迎面走来的是克斯以及伊利 克斯迫不及待上前庆祝 此时 老师从教室走出 他将从四人中选出一人 作为二年级的代表 这无疑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名额只有一个 四人需要在六点前 取得妖精之花 克斯信心满满 因为他的始魔是独角仙 在森林里有着绝对优势 下一秒 一声惨叫传来 克斯被植物吞了 伊利也只好留下照顾他 小特与莉莉亚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不过在底下有着魔兽守护 现在他们是竞争对手 莉莉亚可不会让他 直接掏出透明药水 喝下后确实隐身了 就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没办法 莉莉亚只能开始拖 这让他娇羞无比 在做了一番心理斗争后 莉莉亚终于退去最后一件 在莉莉亚出发时 小特也反应过来 自己也该采取一点行动 于是 他想让维尔梅像昨天一样 给予他力量 维尔梅表示 那股力量本来就是他的 他只是增幅后 将力量还给小特而已 说吧 维尔梅就推倒小特开始实施 当莉莉亚缓缓靠近时 魔兽突然伸出了三个头 他竟是地狱三头犬 哪怕隐身了 依旧能闻到气味 关键时刻 小特使用魔法吸引了注意 让莉莉亚上前采摘 然而小特太弱了 毕竟主角是维尔梅 吸取魔力的维尔梅 紧紧一击 就将地狱三头犬打趴 莉莉亚也成功 采到妖精之花 莉莉亚将花递给小特 这场战斗 是他赢了小特小脸一红 莉莉亚要笑已过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突然 一阵风刮了起来 妖精之花一路飘扬 恰巧落在伊莉脚下 伊莉成为最大赢家 对此 二人并无意见 毕竟先采摘花的是莉莉亚 打败三头犬的是小特 他们的竞争将继续下去 如何征服魅魔呢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可丽饼即可 维尔梅对这玩意爱不释手 被封印了几百年 现在的一切事物 对他来说都十分惊奇 回想起来 小特完全不了解维尔梅的事 他刚想开口询问 就被打断 天上一群巨龙正在翱翔 站在上面的是克利斯团长 之前找二人麻烦的学长 也是龙骑士团的 谈到龙骑士团 克斯就赞不绝口 称克利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同时也是学院七位荆棘魔法史之一 更重要的还是学生会的执行官 学生会是由五名荆棘魔法史牵头组成 是整个学院的最高机关 就连老师也无法动摇他们 小特很是羡慕 维尔梅让他放心 他也会达到这个成就的 对于维尔梅和小特的亲密举动 维尔梅可谓是纷纷不平 总觉得维尔梅成为始末有古怪 一边说还一边赞叹伊丽的内衣真漂亮 况且维尔梅仅仅一击就击败地狱三头犬 这种事连荆棘都难以做到 维尔梅必然隐瞒着某些事 伊丽一眼看出维尔梅喜欢小特 维尔梅哪里会承认 一回头维尔梅已经消失 原来他跑到更衣室学习男性生理学了 真是好学的大姐姐 维尔梅又一次醋意满满 这时前方走来几个人 学生们纷纷退让 面前的几人正是学生会的大佬 普通学生敬仰他们关维尔梅什么事 维尔梅死死盯着对方 自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晚上小特正感慨学生会的帅气 不曾想维尔梅闯了进来 维尔梅让他放心 小特的愿望他都会实现的 另一边 克里斯正狠狠教训克斯 对于他惨败给二年级一事 导致他们骑士团丢进了脸面 他通骂克斯是个废物 就连他的恐龙也跟蜥一般 甚至让克斯舔脚 如果要想留下来 就乖乖打砸吧 克斯也是有自尊心的 这种同号会游戏他还想退团呢 不出意料又是一顿暴打 得知这件事的小特 连忙来查看学长的情况 纵使双方之前有仇 他还是来探望 学长只问了小特一个问题 他的恐龙怎么样 小特答道 很大且很帅 还有点可怕 这个回答令学长甚是满意 然而小特心有芥蒂 他当即向克里斯发出挑战 哪怕面对的是荆棘魔法史 召唤出自己的飞龙 小特也不甘示弱 跟维尔梅现场亲了起来 可荆棘不愧是荆棘 加强板兵魔法被轻松破解 小手一指 更是爆发无与伦比的火球 幸亏维尔梅肉装出的多 勉强能抗住 克里斯始终遵循着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的原则 攻击没有丝毫留情 面对这样高强度的攻击 维尔梅还是受伤了 小特的魔力密度 发射速度在低年级无可挑剔 可终究只是躺臂挡车 这下二人只能使出全力 小特召唤多个魔法阵 这么多的兵柱 哪怕是克里斯也无法抵挡 本以为战斗就此结束 但对方的始魔是飞龙 这下局面更加被动 制空权往往更有优势 小特他们陷入危机 克里斯不忘半场开香兵 嘲讽他们就是瓮中之鳖 在龙骑士能够飞行的绝对优势下 他们就是愚蠢的蝼蚁 所有人都不看好这场战斗 当小特想用防护罩保护维尔梅时 维尔梅阻止了他 让他积攒魔力 再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源源不断的火球从天而降 维尔梅拼命抵挡 克里斯继续说道 他之所以看不起学长的恐龙 那自然是因为自己的始魔更高级 小特否定了他 所有人的始魔都是独一无二的 小特的魔力积攒完毕 二人爆发了全部力量 一道冰柱直冲云霄 冲破了克里斯的火球 一回神 小特二人消失了 二人踩着水晶来到了他的上方 小特取得了胜利 所有人都在为他喝彩 同时也收获了众多迷媚 莉莉娅气得牙痒痒 幸亏金发老师及时路过 老师帅气的长相 瞬间替小特分担压力 老师让小特别再随意跟人战斗 赢了倒还好 输了的话反而会让人口注笔伐 小特点了点头 看着帅气的老师 小特不由地询问莉莉娅 是不是也喜欢这种类型 与此同时 失败的克里斯正不断打杂 愿赌服输 他心服口服 学长走了过来 克里斯主动向他道歉 这是结束战斗后 小特对他的要求 学长一把抢过扫把 他也接受了克里斯打杂的命令 二人重归于好 深夜 维尔梅又袭击了小特 小特娇羞地教育了他 接吻这种事 应该跟自己喜欢的人做才对 维尔梅让他放心 毕竟他最喜欢小特了 这看似玩笑的话 却让小特魂不守舍 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 恶魔会喜欢上人类吗 为此 小特找上了老师 老师表示 这并没有事实依据 唯一有故事的 就是魅魔引诱男性 吸取魔力后 将对方杀死 这狠狠伤到了小特 吃饭时都无精打采 在吃饭时 他主动询问维尔梅 是为了自己的魔力吗 维尔梅上来 就是埋凶惩罚 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不过自己确实需要魔力 说吧 维尔梅又亲了上去 这一次 维尔梅并没有吸取魔力 在一阵嬉戏打闹后 一场阴谋正不断酝酿 老师叫来了一位女学生 女学生爱慕老师已久 对老师没有丝毫防备 只见老师掏出一根针管 诡异的寒气 瞬间弥漫整间教室 女学生浑身结冰无法动弹 传闻很快传遍学校 女学生没有死而是 失去了意识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四起案件 学生会自然注意到了 根据学生所说 在发现异常后 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 融化了整整两个小时 这种程度 远远超过了迎击魔法史 学生会也甚是头大 另一边 小特懊恼无比 今天老师布置了一个超级难题 为了增进魔法史与史魔的感情 同学们需要了解史魔的身高 体重 三维 维尔梅可谓是兴奋无比 到家就开脱 小特红着脸替她测量 殊不知窗外有着监控 莉莉亚生怕二人这样发展下去 自己有可能提前做阿姨 一直躲在外面偷看 为了揭穿维尔梅的真面目 莉莉亚又一次掏出透明药水 如果五关斩六将 莉莉亚成功潜伏进来 此时小特已经测量完毕 正准备拿书架上的书 在找书的时候 莉莉亚正好在此处 小特准确无误点到了门铃 莉莉亚瞬间花吃脸 坐在一旁的维尔梅夸奖小特 既然击败了荆棘 那么她离自己梦想更近了 小特表示 荆棘的称号并不是对战强度决定的 而是与荆棘相称的魔法研究成果 况且克里斯确实很强 如果她当初一开始全力进攻的话 二人是生是死 还得画上问号 不过只要和维尔梅在一起 她就感觉不会输给任何人 在二人谈情说爱时 克里斯惨遭袭击 攻击她的人竟是学长 学长散发着红眼特效 面对克里斯的魔法攻击 学长不躲不避 毫发无伤地从火焰走出 身体生长出奇怪的石头 性格也无比暴躁 紧紧一踩 脚下的岩石之拳 毫不留情正中克里斯 克里斯毫无反抗之力 被狠狠踩在脚下羞辱 好在跟班小弟及时找上 小特与维尔梅 学长见到小特更是来气 心仇就恨一起报 看着重伤的克里斯 小特真的怒了 学长爆发无与伦比的气息 这个气息让维尔梅甚是惊讶 除了学长以外 他的屎膜也有着一层铠甲 就在这时 一个白毛跑出 只见他拔出手中的利剑 跟完水果忍者一样 三两下就秒杀了学长 白毛正是学生会会长 学长十分不服气 但还是浑身无力的瘫倒在地 克里斯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二人打小就是好友 那时候 学长的屎膜是一颗巨大的蛋 看到学长的屎膜 克里斯有些惊奇 更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很是期待恐龙蛋的孵化 所以他还是很担心学长的 会长看向维尔梅 询问他是否知道 刚刚那股力量是什么 维尔梅笑了笑表示并不知情 通过学生会的调查 他们知道这是一起人为事故 而这起事件后 维尔梅闷闷不乐 哪怕是小特即将面临同级测验 维尔梅依旧找借口说自己身体累 想要回去休息 小特也发现了异常 但莉莉亚哪里会放过 这单独相处的机会 走在路上的维尔梅 遇到了老师 他一眼看出 老师就是幕后黑手 因为他的身上散发着低级气息 维尔梅并不想管这档破事 只是让老师回头是岸 那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 他想做什么他随意 但一旦对小特下手的话 维尔梅可不会放过他 面对维尔梅的威胁 老师仍旧谈笑风声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趁着维尔梅不注意 老师的针插在维尔梅的脖子上 下一秒 维尔梅浑身无力 小特的手也出现了不对劲 一股可怕的气息 蔓延整个校园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会长 还是普普通通的学生 全部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会长不断赶往现场 一个纸片人却拦住了他 纸片人越来越多 最后经幻化成巨人 死死拦住会长 此时的维尔梅彻底抱走 体型变大 满嘴獠牙 只是挥一下手 脚下的土地就化为鸡粉 小特正不断赶来 可来到面前后 老师已经能够操纵维尔梅 铁链一拉 维尔梅便乖乖跪下 这全是固化狂暴魔法的作用 将其浓缩成液体 再注入实验体身体内 现在自己的实验成功了 他对自己的恶行毫不遮掩 看着维尔梅变成内副模样 小特暴怒无比 突然 老师的铁链断裂 这下他无法再控制对方 维尔梅猛然杀向老师 命悬一刻之际 小特竟主动挡在身前 维尔梅的思维被困在一片漆黑 寂静 冰冷的空间里 他觉得这样挺好的 但一道门打开了 小特就像一道温暖的阳光照射 进他阴暗的世界 维尔梅变得猙獰 恶魔体完全显现 小特抱住了他 将他重新唤醒 但为时已晚 小特还是死去了 不过维尔梅不愧是恶魔 连死亡都能够逆转 看着这一幕 老师无法接受 他竟将狂暴液体 打入自己的身体 下一秒 老师就化身成了恶魔 人不人鬼不鬼的 老师胜券在握 没有恶魔形态的维尔梅 跟指胡的一样 然而维尔梅化身一拳超人 只一击就打烂了 他半个身躯 老师想要逃跑 可空中的克力斯 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场战斗老师完败 另一边 会长的战斗也落下了帷幕 只骗人自动消散 维尔梅告诉小特 他的胸膛里 现在跳动着的是 他用魔力创造出来的心脏 维尔梅对此感到抱歉 小特笑了笑 无论如何 依旧是维尔梅救了自己 况且 自己现在活蹦乱跳 维尔梅继续解释 现在小特里的是恶魔的心脏 一旦他死掉了 小特也会跟着死亡 同样的 小特死掉的话 维尔梅也会死亡 小特很是痛苦 维尔梅能活几百年 上千年 跟他绑定 完全是害了自己呀 之后 维尔梅不再多说 而老师被送往监狱 昏迷的同学纷纷醒来 可只骗人的操纵者毫无线索 这件事情之后 小特与维尔梅发生了变化 这次是小特需要维尔梅的魔力 来维持心脏跳动 可是维尔梅每天都板着脸 他认为自己是厄运本身 就不该跟小特在一起 他会慢慢修复小特的心脏 直到他完全适应 届时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到时候再找本书躲起来 此话一出 小特生气无比 他主动吻上维尔梅 这一次并没有吸取魔力 维尔梅是他的使魔 他又岂会害怕 回想小特曾说过 接吻是相互喜欢之人才做的事 维尔梅不由得老脸一红 这天 小特刚来到学校 就看到女同学们 对老师他防疫是甚是伤心 男同学们也哭哭唧唧 本以为男同学们 有那一方面的兴趣 没想到 却是因为维尔梅 长期没来教室的缘故 维尔梅想要一个人待着 对于自己恶魔的身份 他始终怀有芥蒂 但莉莉亚找上了他 相较于他恶魔的身份 莉莉亚更在意 他是不是跟小特做了羞羞之事 莉莉亚告诉维尔梅 无论是人类还是恶魔 只要怀着善良之心 那么种族就不重要了 在莉莉亚的开导下 维尔梅终于想通了 就算是恶魔 他也要和小特待在一起 在说出这句话后 小特如释重负 他会努力成为一个好主人的 如果维尔梅有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提 维尔梅的要求 自然是亲亲 还得是小特主动亲亲 话都说出口了 小特也只能照做 隔天 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 维尔梅穿上了制服 奈何尺寸太大 维尔梅完全掩藏不住凶器 与此同时 神秘组织又在酝酿一场新阴谋 二人都是白金级魔法石 名为海利与莱特 回到教室后 小特就受到了最高礼仪的欢迎仪式 能看到维尔梅穿上制服 他们死而无憾了 然而就在这时 学生会几人找了过来 他们逮捕了小特 会长告诉他 老师悦逃走了 除了这件事以外 会长表情变得凌厉 询问二人 是不是有事瞒着自己 在问出问题的同时 利刃也抵在了喉咙处 小特明白 是维尔梅恶魔的身份 露出了端倪 维尔梅让小特不要承认 但命在别人手上 哪有不从的道理 小特将维尔梅恶魔的身份 全盘拖出 但维尔梅是无辜的 如果要惩罚的话 请惩罚他 哪怕将他退学也可以 为了维尔梅 他甚至可以放弃晋级的梦想 会长并不打算对二人怎样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种族 正好符合学校的理念 而且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 扭掉小特的脖子即可 毕竟二人现在是共生关系 随后会长还邀请小特加入学生会 小特同意了 他也想搞清楚背后的幕后真凶 但维尔梅还是让小特注意会长 他感觉这个人并不简单 当时如果小特拒绝加入学生会 他甚至感觉会长会将他头给砍下来 小特觉得这猜测有点太离谱 不过他确实需要努力变强 这样他才能保护维尔梅 哪怕维尔梅的身份暴露 只要他够强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要想变强 自然要进一步贴贴 小特又一次被征服了 第一次参加学生会的讨论 小特一打开门就是福利景象 克里斯与会长并不在意 反倒是杰西卡意外害羞 在嬉戏打闹后 会长进入正题 他拿出了纸片人 仔细研究后 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术士 仅仅只是一个小纸片 却有着庞大的魔法回路 就连荆棘魔法师都无法破解 众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背后之人必然是白荆棘 此时 莱特打开基地大门 面前这位少女名为琥珀宫 正是操纵指人之人 在基地正做着可怕的实验 莱特了起了大僧政 琥珀宫想起此人声名赫赫 据说在神圣魔法领域内 白荆棘也无法与他媲美 琥珀宫想知道 莱特是怎么说服他的 没想到莱特却表示 自己当然是杀了他 莱特的残暴 让琥珀宫感到心惊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赫然是小特与维尔梅 夜晚 小特做了奇怪的梦 梦里有一个小女孩在哭泣 要貌跟维尔梅有些相似 下一秒 小特穿越了 一个女人出现在琴面前 女人给出小特两个选项 第一 跟大多数人一样 贯彻正义之路 第二 为了刚刚的一个孩子 走上一条任性之路 小特并没有做出选择 他清醒了过来 临近青铜级考试 小特格外刻苦 维尔梅让他安心 他肯定会通过的 小特表示 笔试他肯定能过 重要的是实际测试 最可怕的是 来自克利斯的威胁 既然打败了他 一旦小特落选 他可不会放过他 维尔梅表示担心 实际为何要看书呢 那自然是在床上贴贴啊 又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夜晚 隔天 小特正收拾东西准备考试 意外发现 封印维尔梅的书籍 一般闪现 一声叫声打断了小特的思绪 时间到了该去考试了 在路上 几人吸引了众多目光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考试 小特他们所在的学校 入学难度极高 青铜级考试通过的概率为50% 其他学校则只有一成不到 简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众人面前摆着一个水晶 水晶里燃烧着火苗 胡子老师开始介绍规则 这次实际考试考的是魔力供给 这个水晶能够通过注入魔力的量 能控制火焰大小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简单无比 唯有小特深知 越是简单越有深意 果不其然 第一位考生上场 使出吃奶的劲之后 火苗纹丝不动 第二位 还有始魔助攻 仍旧毫无结果 第三位 第四位 没一会就有近百人未通过 很快 轮到莉莉亚上场了 她一眼看透了这场考试的关键 要注入魔力的是火焰而不是水晶 朝着水晶注入魔力 只会四处分散 相反 集中一点注入到火焰中就不一样了 火苗化为火团 成功得到了教官的赞扬 其他魔法学院的学生也不甘示弱 大火都顺利通过 唯有克斯差劲了一些 头顶的独角仙更是早早举了白旗 好在也算是勉强通过 接下来就轮到小特了 有着人形使魔的他遭到了嘲讽 让他不要带着大人参赛 小特对此并不在意 而是主动研究起了水晶 发现水晶的魔法回路与众不同 那是把魔力往水晶外引导的构造 小特特意来到水晶背面 发现背后的回路是直接传导到中心的 老师很是欣赏小特 他是唯一发现这个隐藏尸体的 那就是魔法回路的掌握 一旁的维尔梅提醒道 应该不只是这点吧 小特又移动了位置 这里明明是最难传导魔力的位置 但在小特注入后 火焰竟变成了银色 小特他们是故意选择这个位置的 为的就是在这一名惊人 小特明显感觉得到跟着玩意对比 维尔梅平常的魔力攻击有多夸张 在小特的不断注入下 水晶竟发生破裂 最后竟原地去世 小特连忙道歉 生怕自己不合格 这把老师都震惊了 怎么可能不合格 老师笑了笑 这玩意哪怕是白晶级都无法破坏 看样子江山带有人才出呀 实际考完后 几人坐下来侃侃而谈 据说青铜级的考试中 在历史上仅有一人满分 而且那个人不只是青铜 甚至是白银 黄金等测试中都是满分 这不由得惊呆了小特 维尔梅罗助小特 现在小特实际也是近乎满分 只要比试满分 就可以达成一样成就了 刚考完试 自然需要补充 二人又躲在角落 做一些瑟瑟之事 在路上 小特遇到了短发男 这家伙 小特还是挺有印象的 毕竟在实际表现不俗 殊不知落单的他即将打酱油 他遇到了莱特 莱特毫不留情杀害了他 并且拿走了他的考试资格 考试过程 使魔无法进入 维尔梅只能独自在外面等待 小特刚找好位置坐下 莱特就来到他的身旁 在小特努力做题的时候 莱特呼呼大睡 这难免影响小特的做题思维 等到时间快结束时 莱特拿起笔 仅仅几秒钟就将问题答完 还凑近小特教他解题 这自然引来监考官的训斥 莱特嘟着小嘴 不知道的 还以为善良无比 莱特突然说道 反正考试就要结束了 这时 场外的老师闯了进来 他已经发现死去的考生 监考官立马意识到 有人混了进来 莱特也不打算继续隐藏身份 轰的一声 一个石头巨人拔地而起 学生们四散而逃 监考官尝试动手 结果挨了一击就老实了 小特一眼认出 这家伙就是老师背后的幕后真凶 好在胡子大叔及时赶来 一脚踹毁实距 与此同时 维尔梅知道大事不妙 从窗户赶了过来 二人齐心协力 可招数对巨人来说 跟挠痒一般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莱特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他就是满分通过所有考试 并且最年轻的白金魔法石 能够孕育出生命的魔法 这已经是踏入神的领域了 莉莉亚很是担心小特 但还是被老师拉了出去 场外的援助很快就来到 可当他们踏入其中后 很快又折返了出来 这自然是空间传送魔法的作用 莱特还有着其他帮手 只见莱特拿出一颗种子 在魔力的加持下 种子迅速增长 脚下的巨人化身加农炮战士 炮击源源不断袭来 小特几人急急败退 没一会 战斗落下帷幕 维尔梅惨遭俘获 老是重伤不起 小特艰难地站起身 身体内金色的魔力全部爆发 仅仅一击就摧毁十具 仔细一看 金色魔力化为银色 为了保护维尔梅 他爆发了全部力量 小特化身塞亚人冲了上去 但一根力次起来 小特又被秒杀了 莱特召唤出了骑士 看着小特 莱特有些惊讶 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小特问他为何绑架维尔梅 莱特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自然是利用恶魔之力毁灭世界 小特怒发冲冠 尝试进行反击 结局没有丝毫反转 维尔梅也进入了认真模式 然而在席向莱特时 无数锁链将他牢牢绑住 随后莱特拿出钥匙一转 维尔梅当场昏厥 纵使自己已经无力抵抗 小特仍旧死死抓住莱特 不让他伤害维尔梅一丝一毫 本想着留小特一条狗命 既然他找死的话 莱特也只能成全了 关键时刻 小特戴的魔法书起了作用 一道屏障挡住了攻击 魔法书展开法阵 一个女人出现了 女人正是小特梦中的人 小特好奇地询问 女人称自己为原初魔法使 也就是最先抵达魔道深远的人 曾经维尔梅拜托他将其封印 而他出现也是在等待这一刻 回想维尔梅 曾说过自己做了很多坏事 小特知道维尔梅有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过往 女人问小特 有没有接受维尔梅一切的觉悟 小特点了点头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 他都会站在维尔梅那一边 一把钥匙出现在小特面前 下一秒 小特就被传送到了特殊空间 这里是500年前的世界 这个时候的维尔梅无比可爱 手拿着花环为修女戴上 那是一段十分幸福的生活 虽说周围的伙伴不是家人 但重要程度堪比家人 对于维尔梅恶魔的身份 修女并不在意 哪怕她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小特不由地提出疑问 既然有着那么一段快乐的时光 维尔梅又为何要封印记忆呢 女人让她继续看下去 不久后 城镇里的孩子开始发现 维尔梅头上的脚 他们开始欺负维尔梅 好在伙伴及时出现 然而在查看维尔梅情况时 伙伴也发现了维尔梅的脚 维尔梅疯狂道歉 自己不是有意瞒着他们的 伙伴沉默不语 一把将维尔梅抱住 他会保护好他的 事态愈演愈烈 城镇的大人们也知道此事 开始咱们让修女将维尔梅交出来 修女依旧安慰着大家 可后来 城镇发生瘟疫 大量患者死亡 他们将罪责都推向维尔梅 修女站出来替她说话 仍旧遭受到大量指责 姐姐让维尔梅赶紧逃走 维尔梅只好照做 可很快城镇的居民都动了起来 开始四处寻找维尔梅的下落 他们一边找一边痛骂维尔梅 一旦抓住她 就会将其碎尸万段 听到此话 维尔梅不再逃跑 只要她被抓住 修女与伙伴们都会得救 所以她原路返回 可出现在面前的是修女与伙伴们的尸体 维尔梅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状况 她的恶魔之力开始爆发 整座城镇都被摧毁 失去家人的维尔梅 痛苦无比 可人们依旧将她当成灾厄 小特从天上落下 看着面前陌生的大哥哥 维尔梅说道 她做了让人无法原谅的事 小特轻轻抱住她 安慰她没事的 维尔梅的记忆重新唤醒 她一直怕小特讨厌自己 所以才没有说出这件事 小特自然能够分辨是非 哪怕与全世界站在对立面 她也会站在维尔梅这一边的 记忆的枷锁被破坏 接下来将进行最终决斗 莱特的骑士再次变身 身穿铠甲 头冒火焰 此时 维尔梅与小特进入认真模式 二人的魔力交织在一起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 小特二人不仅抵挡了下来 更是将骑士轻松摧毁 莱特收起了往常笑咪咪的表情 这时 海力从空间走出 让莱特收手 毕竟有人正不断赶来 二人就这样消失在眼前 女人见到小特如此值得信赖 也是十分欣慰 留在书里的力量所剩无几 女人消失在天空之中 用自己的力量 复原了被破坏的建筑 接下来的日子 小特开始进行刻苦训练 她要不断变强 保护好维尔梅 而二人的精力 也成为了爱情的调味剂 小特成功推到维尔梅